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這個週際的通訊衛星 繞地球的赤道旋轉 它的週期與地球自轉的週期相同 也就是說它轉一圈,地球跟著轉一圈 所以它會始終在地球的某個固定點的上方 那這個我們稱為同步衛星 那它說選出正確的敘述 我們看A選一下 同步衛星做等速運動 不對啦 它是等速率 但不是等速度 它的方向一直在改變 所以它不是等速運動 上看B選項 衛星所受重力 恰等於它原作運動的向心力 這個對啦 就是說 地心引力提供它的向心力 我們就說我們曉得 這個地心引力 就是那個重力 R平方之Z 大M小M 這是F啦 F 當它的MA M 8乘以AC AC AC就是R分之V平方 這就AC 那因為這個東西 它是指向那個圓心嘛 所以這個我們又稱為向心力 就是說 這個重力提供向心力 讓它產生向心加速度 所以B這個選項是對的 再我們看看C這個選項 地心引力使衛星逐漸最像地球 這是錯啦 因為它有那個切線速度 所以向心力只提供它轉彎的力量 沒有辦法把它拉近 所以這是錯的 再來我們看第一選項 它說向心力產生向心焦度 就是說 地心引力的話 提供向心力 這個提供向心力 這個提供向心力使得什麼呢 使得這個物體產生轉彎 使衛星運動方向改變 所以D是對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B跟D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B跟D